東菲菲菲遭槍殺身亡 六福村改口承認 菲菲是從園區逃脫 其實早在17號 就有里長發現菲菲身影 18號立即聯絡六福村 六福村派了兩名獸醫 帶來又不氣但又不未成功 當時還把菲菲影片放到網路上 結果就接到六福村電話 他叫我說不要破 最高會發 我只知道最高發1200萬 就這樣子而已 到了另一名里長透露 因為常到六福村看菲菲 在圍捕菲菲時 就感覺似曾相似 采了李明的扶手瓜 還對他的守望相助回眸一笑 也不像是其他的野生動物 他可能會整個菜園去 去亂拔或亂做什麼 他沒有 他就是採集 他今天要吃的這個食物 他就離開了 另一名網友還爆料 菲菲會到農地偷吃水果 吃完的食物 還會將殘渣整齊擺好 而且附近居民早就知道 是從六福村逃出來的 六福村事後承認 引發爭議 農委會林務局長林華慶強調 將對六福村開罰5萬元 三十一號也將到現場場刊 主要查園區設施 教如何精準清點動物數量 不在單方面相信六福村統計 但也引發外界批評 主管機關為何要等到 菲菲被槍殺後才有積極作為 在這次這個沸沸之死的這個事件裡面 農委會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可以置身事外嗎 不要把這一個地方政府 再執行第一線所產生的問題 歸咎於農委會 主要總是謝澤地方政府 有學者怒轟 台灣是鮑魚荒漠 指揮體系問亂 主管官員毫無專業 對生命失蹤默然 根本是官僚殺死東非沸沸 才會造成這起悲劇 記者與身形成交輪台北採訪不到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